尽力 人类 能活下来 从历史上看 文明的命运 我看完《流浪地球2》 第一个印象就是 我觉得不像是中国人拍出来的电影 它确实极大的拉短了 中国的科幻大片和世界的距离 这一点是真的是 特别我们搞科幻的人 是铭心刻骨地感受到 其实在我看来 真正拍得好的科幻电影 你看上去都像历史片 都很有历史的那种厚重感 沉重感 沧桑感 《流浪地球2》这方面做得很好 你仔细看看它那些特别工业 它那些设计就充满了那种 工业化的粗糙感 那种很沧桑很硬朗的东西 不像是那种刚拆封的一个玩具 崭新的那么一看就有点不真实那种感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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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